大家好,我是美油小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咱们在家做沙芹马 先往盆里倒入25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2克的小苏打 再往盆里加入3个鸡蛋,搅拌均匀 然后把面粉搅成面絮状 再把它们均匀地揉成面团 面团揉好后盖住饧面20分钟 面团饧好后会特别的好揉 再继续把面团揉均匀,揉光滑 面团揉好后准备擀面 案板上撒些玉米淀粉 把面团放案板上面用手压一压 在面团上撒上淀粉用手抹匀 再用擀面杖,擀面团 擀一会儿在面片上面撒上淀粉继续擀 没擀五到六下就换个方向,继续擀 这样擀的面片才会保护均匀 面片擀好后,在上面撒上干淀粉防粘 用刀切成宽窄相同的面条 压澇纺绣 锅里倒入多一些的油 油热以后把面条放入油锅里面炸 慢慢的面条会膨胀变粗一些 在炸的过程中用筷子搅动搅动 让它们都能均匀的受热 炸出来的颜色才能一致 把面条炸熟炸酥以后 再控油捞入盆里备用 准备一些家里人喜欢的干果 把这些干果切成小丁 然后把切好的干果丁摆放在容器里面 下来锅里倒入油热水大约60克 再加入120克的白糖 先把白糖搅匀化开 然后开小火慢熬 在熬的过程中不要多搅动防止起沙 把糖汁熬成这种浓稠的拉丝状态 然后加入大约30克的蜂蜜 进去搅一搅关火 把炸好的面条倒入锅里快速的翻拌均匀 然后倒入容器里面 趁热将它们压紧压实 然后往上面再撒一层干果压紧 然后往上面再撒一层干果压紧 咱们这个沙芹马就做好了 口感酥松绵软香甜可口好吃 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家里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请点击视频